Hello 大家好 我是曾思欢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在广东梅州这里发现以后那个怪井 就是这个井 这个井水呢 它那个水位高出这个地面 这后面是公路 你看 很奇怪啊 是不是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那个鱼啊 哇 这个水很清澈 特别清澈 哇 有鱼啊 大家看看 好清澈这个水啊 非常清 鱼 鱼小高兜 掉了 这个不知道什么原理 为什么 其他井水啊 都是很下的很低的 为什么唯独这里的井水 会高出了地面呢 谁知道原因的 我之前在网上查了一下 说那个井水水 水位那个高出地面的 下面是一定有那个 老泉沿 就是那种 那种大泉水 泉沿 因为有泉沿的话 它冒出来的那个水 那个水压 比那个地面上的水压要 要大 所以这个 井因为小嘛 所以它储存的那个 水也少 量也小 所以它就会往外冒 网上就是这么解释的 但是具体 这个 是不是这种情况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们看看这附近 你看这后面都是公路 看一下 那边有一个 一个池塘 那这个池塘的水啊 跟这个井啊 比起来 也是差不多的 你看这个井啊 看起来 跟公路差不多高 就我现在目测这个水盆位啊 它是明显 比这里所有的 都要高 这个水位啊 这个水位 比这里所有的都要高 包括比这个池塘的水 也要高 这个现象真的很奇怪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